本期我们来看一下发生在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夺田事件 夺田这个词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出现了 在汉文帝的诏书里就曾经提到过夺田 意思是对耕地的数量进行统计 东汉夺田事件的历史记录比较少 主要留存在后汉书光武帝记 流龙传和东关汉记这么三个地方 根据这些资料 我们先来尝试拼接出事件的大致过程 在西汉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一套严密的耕地人口和经济普查制度 统计这些国民经济的核心数据 也是西汉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西汉每年的农历五月份 也就是东小麦完成收割之后 县级地方政府要对所管辖地区的户口和耕地情况进行统计 统计的重点是每个家庭本年度实际耕种土地的数量 以及这个数量相对于上一个年度的变化情况 每个家庭的耕地是多了还是少了 是丰收还是欠收都要记录下来 统计工作完成之后 这些数据必须在五月十五日之前 递交给上一级单位 也就是郡国 上面这一整套流程就叫夺田 夺田工作完成之后 紧接着就是下税的征收 耕地作为最主要的财富 对政府来说 它的实际情况 对下税的征收也有很大影响 夺田虽然也会涉及到对户口变动情况的统计 不过它的重点仍然是耕地 专门的人口普查工作 是要在农历八月份进行的按笔 按笔的全称是按户笔民 意思是 以上一个年度的户口登记信息为依据 以家庭为单位 对人口进行逐个清查 这个制度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而且随着秦汉的长期运作越来越完善 在西汉 按笔也是由县级地方政府负责 当然 关于西汉按笔的时间是不是八月 这个存在争议 在此 我们还是选择农历八月的说法 西汉按笔的操作方式目前认为有两种 一 以乡里为单位 把人集中到空地上 然后由县级政府的官吏进行逐个统计 二 还是以乡里为单位 不过得让人全部去县级政府走一趟 接受审查和统计 前者的资料来源是后汉书江阁传 后者的信息来源是张千碑的碑文 这块石碑如今就存放在山东省的泰山代庙里 在按笔进行的过程中 不仅要统计每家每户人口增加或者减少的情况 还要记录每个个人的姓名 年龄 身高多少 是胖还是瘦 有什么面部特征 除此之外 每个家庭有多少劳动力 这些劳动力的劳动能力怎么样 有没有向政府借贷 借贷了多少 有多少房子 多少奴婢 有几头牛 几辆车 牛的强弱情况 车辆的新旧情况 等等等等 这些信息也要进行统计 也就是说 在进行人口普查的同时 也同步进行了经济普查 总之 在西汉时期 按比 就是要尽可能地 对每一个家庭的情况 做到完全掌握 然后 通过对每一个家庭的数据 进行汇总 勾化出全国的基本社会状态 按比的统计工作 在农历8月份展开 截止到9月份结束 然后 郡义籍政府 在把夺田和按比的数据 合并进各郡国的年度工作报告当中 最后 会派遣专人 把这份报告送到首都去 让相关部门 或者皇帝本人亲自审查 这份报告就叫 寄步 这个专门去首都送交报告的人 就叫 上纪力 这一整个统计数据 撰写报告和送交报告的流程 就叫 上纪 上纪 是中央政府 掌握全国情况 和考核地方官吏的核心依据 也是国家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最重要的参考 因此 这个工作在汉代一直非常受重视 西汉时期 汉武帝就经常亲自审查 纪部上的数据 不仅是纪部本身 就连送交纪部的上纪力 因为他们也是了解地方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 所以 很被中央政府看中 而为了年度报告能够顺利地通过审查 地方上的郡国长官 也会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去担任上纪力 比如东汉晚期的皇甫龟 他就做过安定郡的上纪力 东汉的大学问家郑璇 也做过北海国的上纪力 而当时的北海相就是孔荣 上纪工作对国家是如此的重要 因此 对于上纪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惩罚也非常严厉 还因此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上纪律 关于上纪工作的其他方面 我们在汉武时代漫谈的第25期也做过介绍 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上面所说的 西汉时期以夺田和安比为基础部分的上纪制度 东汉建立之后就继承了下来 这项制度运行到公元39年 也就是光武帝建武15年出现了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光武帝时期对各级政府官吏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而上纪工作自然也是审查的重点 东汉中央政府在审核了各郡国建武14年度的上纪之后 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夺田工作有问题 耕地的数据不真实 二、安比工作也有问题 建武14年度的上纪中 户口数据和民众的年龄数据 相对于建武13年度发生了不正常的变化 因此 光武帝在建武15年的6月 也就是当年的夺田工作完成之后 下诏重新进行一次夺田 对已经获取的各项数据进行一次检查核对 这个诏书就是夺田诏 夺田事件就这样开始了 汉书《流龙传》和《东关汉记》 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各级郡国长官面对突如其来的检查 为了耕地数据能和已经上报的数据对得上 他们就把普通民众的住宅也算作耕地 而地方上的豪强大族 他们的耕地情况 郡国长官们就不敢过问 这就是《流龙传》所说的 忧饶好友 顷刻盈弱 不过 即使把民众的宅基地也算作耕地 仍然无法弥补已经上报的数据 和实际耕地数量的差距 到最后 夺田事件中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 在光武帝下诏夺田之后 各郡国需要把核查的结果进行上报 由光武帝本人亲自检查 而在陈柳郡递交的报告里 除了核查的结果之外 还另外附带了一封信 上面写的是 尹川红农可问 河南南阳不可问 光武帝搞不清楚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就把陈柳郡的上纪力叫过来询问 上纪力就说 信是从洛阳城的大街上捡来的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当时只有12岁的东海公刘庄也在场 他就对光武帝说 这是陈柳郡的郡守告诉上纪力 该如何汇报陈柳郡的夺田核查数据 意思是陈柳郡的夺田数据 可以参考洪农郡和尹川郡的情况进行汇报 但是不能参考河南隐和南阳郡 因为河南隐和南阳郡 是地方豪强大族和朝廷豪门贵气云集的地方 他们的夺田核查数据根本不可信 于是光武帝就派人去审问陈柳郡的上纪力 这个时候上纪力才敢说实话 结果他所说的和刘庄所说的完全一样 刘庄也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这一下各郡国在上纪工作中 替豪强大族隐瞒耕地数量 把税收转嫁到民众头上的事情就被揭开了 在这种欺上瞒下的事情里 不仅有郡国长官 也就是两千弹们 就连中央派出的原本用来监察地方情况的刺史们 也广泛参与其中 因此光武帝就派出自己身边的业者 分散到各个郡国去实地了解情况 让他们代替刺史 去调查郡国长官在上纪工作中的违法犯罪问题 结果是有十几个郡手或者刺史被处死 以这些人的死为标志 夺田事件的第一阶段结束 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 看一下河南南洋不可问这件事情 一个陈留郡的上纪力 他为什么敢于在递交皇帝的报告里 塞上这么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呢 而且还告诉皇帝说什么信是大街上捡来的 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去看 这么做甚至有一些故意调侃光武帝的意思 所以有人就猜测 这是陈留郡方面故意这么做的 他们的目的可能是这样的 就如同后汉书《流龙传》所说的 在上纪工作中弄虚作假 虚报耕地数量是当时的普遍风气 陈留郡当然也不例外 陈留郡紧挨着尹川郡和河南尹 对这两个地方的情况应该是很熟悉的 所以面对国家这一轮的严查 陈留郡就故意把问题更严重的河南尹和南洋郡推出来 好借机给自己脱罪 而且在史书中 也确实没有陈留郡这个上纪力之后的情况 也没有陈留郡方面受到惩罚的记录 夺天事件第一阶段被处死的太守和刺史 他们行刑的时间是建武十六年 公元四十年的农历九月份 也就是地方政府刚刚结束按笔工作的时间段 结果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意外情况就突然出现了 东部郡国在同一个月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 叛乱分子一上来就攻打郡县杀害地方长官 西莽王朝的最后几年 全国局面都已经逐步失控的时候 各种地方武装仍然不敢随意地杀害郡国长官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长力 而九月份的这一次叛乱 叛乱武装一上来就敢于直接杀害长力 在对抗政府方面 他们比西莽末期的农民军在态度上还要激烈 更严重的一点是 就连作为东汉王朝立国基础的河北地区也卷入了叛乱 到十月份 光武帝不得不分派使者到各个郡国去主持平叛工作 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 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才被平息下去 这就是夺田事件的第二阶段 光武帝时期夺田事件的经过大致就是这些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和夺田事件相关的问题 首先 为什么突然之间整个黄河下游地区就爆发叛乱了呢 清朝人赵毅在念二使扎记里认为 是前一年的夺田 导致了这一次大规模的民众叛乱 另外一些观点则认为 建武十六年的叛乱 确实是建武十五年的夺田所导致的 不过 掀起叛乱的并不是普通民众 而是各郡国的豪强大族和旧割据势力在地方上的残余 建武十五年九月 这个时间点能说明很多问题 曾经帮助地方豪强大族势力 隐瞒耕地和人口的郡国长官们 是在这个月被处死的 在更换郡国长官之后 更为严格的按笔也是在这个月完成的 然后叛乱就在这个月发生了 如果再结合建武十五年发生的事情 那么一条比较合理的时间线可能是这样的 建武十五年五月 各郡国弄虚作假的事情被揭开 然后从十五年的下半年到十六年的上半年 中央政府对各个郡国的地方政府进行了一轮大换血 所以十六年八月的按笔工作比以往进行的更为严格 豪强大族隐瞒耕地和人口的行为无法继续 到九月份 在原来的庇护者被处死之后 他们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所以就联合东部地区旧割据势力的残余分子进行暴力反抗 夺田事件前后历经了两年时间 关于光武帝推动的夺田最终有没有成功 历来有很多争议 因为夺田事件是否成功关系到东汉王朝的性质问题 对此我们说一些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如果从实际的内容上来说 夺田原本就是汉代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做的基础工作 至少在西汉初期就已经有了夺田 或者和夺田名称不同 但是性质类似的制度 光武帝下照进行夺田 不是从头开始创建新的制度 而是要对地方政府已经完成的工作进行一次核查 这是我们讨论夺田问题的一个前提 夺田工作是为了掌握全国的人口和家庭财产情况 最终的目的是要以此为标准来征收赋税和征发摇曳 也就是说夺田本身不涉及财产所有权问题 通俗来说就是夺田只是为了搞清楚有什么 至于这些已经确定有的东西 他们的所有权该是谁的还是谁的 不管是耕地还是人口 这些都是要征税的 而豪强大族势力联合郡国长官 隐瞒自己名下的耕地和人口数量 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逃税 当东汉中央政府以强硬的态度 去收取这一部分赋税的时候 豪强大族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暴力反抗 这些人保卫自己利益的决心 要比普通的民众更坚决 在行动上也比普通的民众更主动 相对于那些被处死的郡守和刺史 这些发动叛乱的豪强大族们 东汉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态度要缓和得多 这些叛乱分子的首脑人物没有被处死 而是和整个家族一起被迁往了外地 这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根基 不过也保全了自己和家族的生命 政府还为这些人重新分配了耕地 同时赏赐了钱和粮食 让他们安享晚年 至于陈刘俊所指出的 不可问的河南尹和南阳俊 在相关的行政负责人被处死之后 是不是也推行了更加严厉的夺田和暗笔 史书没有记录 这两个地方的豪强大族和王公贵器 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他们隐瞒土地和人口的事情 有没有被中央政府处理 进行了什么样的处理 这些问题史书都没有说 后患书光武帝纪 对夺田事件所做的最后总结是这样的 从此之后 人们出门放牧的时候 就不用专门看守了 城门也可以一天到晚敞开着 好 本期就先说到这里 下一期 我们来看一下东汉王朝的外戚问题